第一次参赛的优优独播 像今天我这个吗 告辞 懂了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社长 丁俊 然后我是丁少侠 丁组 来我 你送我优球吧 那我就送我 第一次参赛的优球吧 送一个舞鞋 我吗 我还 优球玩的好 是有一次是上高一 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一个优球的社团 当时作为一个很普通的观众 看他们跟着音乐 哇他什么玩好帅 就觉得想去试一下 因为之前都有看过嘛了解过 就想去试一下 往专业方面玩能玩到什么样 平时 学习压力不是很大 下课就拿出来玩 比如说课间十分钟啊 上厕所回来玩一会儿 就这么一点点挤出来的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社长 比文俊 我今天做的是乐于视频特别企划 给粉丝的礼物 送手里面的这个小狗狗吧 感觉特可爱 之后送U球 那个U球是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吧 买的第一个专业类型的 第一次参赛 参加U球比赛 拿的也是那个U球 所以我自己也挺有意义的 所以就把这个礼物送给FSC 未来收到礼物的粉丝嘛 支持我们的人就可以 收到的话我希望是留作纪念 不要去尝试 我吃过很多这样的亏 每个人在借你又去玩的时候 都会说放心吧 绝对不会给你磕到一下 结果拿来之后 你就会听到 砰的一声 磕完这个球之后 他就不稳了 用着就没有之前顺手了 就基本上等于回到了 所以一般 我不太喜欢借别人 然后也希望 收到这份礼物的粉丝 可以好好地珍惜他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一个 很高的程度就 尽量别去实战 你觉得这在舞台上的你 最耀眼的一点是 唱歌的时候吧 平时声乐连得多一些 然后唱歌的话 相对于舞蹈 自己更自信一些 更能发挥出自己的东西 做到之后 最想做的一件事是 做 属于自己的胳膊 出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体 多元化的 什么风格都有 这一张身体 最想问李全哲 就是他为什么 每一次洗澡的时候 都特别浪费水 他第一个洗澡的话 之后两三个人都没法洗 就只能洗一个头发 而且是用凉水洗 文俊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没有 很正常的时候真的没有 因为大学上的时间不长嘛 一个学期差不多了 可能是平时练歌 玩游球时间久了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文俊哥 怎么长这么高的 是吃什么了吗 还是小时候 打什么针吗 我比较喜欢喝奶吧 能买喝奶的重想买 我跟我弟我们两个人就是没停过 运动吧 挺重要的 再就是要打野猫球 转个 两两衣服要上去的 接受后面的组合的问题 然后其中有个人要上台两次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上台两次 可是有一个人要上台两次 有一个人要上台两次 组合的 来 针头剪刀布 针头剪刀布 哇 就你了 针头剪刀布 针头剪刀布 快点 针头剪刀布 针头剪刀布 耶 针头剪刀布 针头剪刀布 当饭足 没卖的 谢谢你了 我哪有这么凑的 不是你 然后呢 男两个人要递组 黑白黑 你们两个 好 他嘛 你们两个 你跟他一个 你们两个 黑白黑 我们两个 黑 哥 完了 昨日跟全球合清楚了 我和陈琴然后文俊哥进去 我跟文俊哥进去 是你们的社长李文俊 佛系少年 文俊吧 比如说有时候我在给我们七个人开会 就会问一下大家都有什么意见 或什么的 他永远处在那边 就跟个电线杆子似的 一句话都不肯 都可以啊 OK啊 就一直这样 我感觉 一日以来心态你好 大家说什么 我就少数 多数 是吗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了 你不睡觉明天就不美丽了 你不睡觉怎么 黄明昊 你不睡觉怎么 黄明昊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见到谁都说 对 他这个真的是 他见到谁 永远都会说 你知道最帅的人是谁吗 然后别人可以问我 谁啊 我啊 有的时候就会 大家就说谁帅 就是 Justin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 自己会这么热 你不办 他说多少的时候 就喝下去了 当时在那个听完的时候 这话是想抽他的熊脸 什么时候都那么暴力光 然后后来就 后来就习惯了 你知道吗 就 你说的对 当然是我们的 毕文君 不 是我们的Justin 毕文君就 挺多一个不主唱 对 跟Justin是比不了 清楚吗 没有文君 文君是冷漠 文君是高冷 微信搜索 世界变化不停 人潮传流不息 我只想每个落日 身边都有你 如果有一天你睡 忘记我们的月底 没关系 至少有这首歌 我在想你 听 听 在这首歌 在这首歌里 在这首歌里 感谢观看